肘打三接不见形 直撞斜打借可用 虎豹头发意再肘 川邻交叉顶心肘 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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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 凸 啪 炮 劈 钻 这就掀衣权啊 这不是一毛放素吗 踩着之后这个腿直接往上踩 正手再打 再上手 推 啪 这样子 所以说你往上手 对方一来一步 这样子 踩好它之后 直接下落 对来推 啪 再一个夹腿 踩了之后 直接下踩 然后一来 啪 你上一踩 帮拳 就是帮进 帮弹 帮策之力 它就是一个自身整体进和到地球 往前帮的按进发力 帮拳的练法 是为了挣架子 帮助你找到自己最佳取构 能够将全身爆发力 达到一个最佳爆发值 帮拳的用法 则是要练出全方位的适应性 上下 左右 前后 转身 实战中 对手角度 永远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就要在任何角度 打出光拳 平时这一拳打不上的时候 对方一架 一动 对对 是吧 你有的时候 对方 肩打阴阴反应 对 是吧 所以说就在这儿 这个间 这个十二一隐 对方一动 这个一隐 哎 这下边 是吧 哈 所以说这个 在配方不法的灵活 对 钻前去团开 这叫一毛上树 上刀眼下提长 一个普遍掌 还有一个崩潇 当对方打你一下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撤了 你打我 我就往后退 往后退 你打我 摆在这儿的 那都是人撤 你撤这么撤 打你 第一次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接着我 啪的给你 扎进人犬 再扎你 那扎你 前你一哆嗦子 我这么一扎 就这炮 将来上来 哎 啪 啪的给你 一扎 冲着呢 哇 把你打换人犬 这叫接手炮 接手炮 变成滚炮 它两个炮 嗯 但是呢 这个滚炮 也叫端圈炮 也叫横圈炮 我把我下下 我给你打炮下去了 啊 你打炮下去了 我停下去了 对对对 你准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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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拳手炮 这拳手炮 哎 你准备我 这有个特号 有个特径 但是还有个上脚 那肯定你进 我都得跳 啊 你退 我都得跟 就是这么 是行一拳的勾锤 就是当对方 前途拳 进入我的时候 我上 右脚 上这个先前方 啊 上四肢五肤部 上肤部的同时 用我的前腿 勾擦的前腿 你看 我帮我 给大家做一个实战啊 来 走 武术就讲 踢打摔拿 当你会了摔 你就会发变化的啊 当你和对方接触之后 你稍微的身体往这一侧 对方就是站不稳的 我们也可以身体往左转 那么这个时候 它也是站不稳的 它站不稳的时候 第一会摔倒 第二连拳也打不出来 那么第三呢 进身之后从内侧 勾腿也是倒 进身 这种 它也是摔倒 所以其实人两腿的时候 都是很难站稳的 何况是当你起腿的时候呢 当你稍微的懂一点摔法 连腿都不敢抬 例如 呃 当您搁的前腿 稍微的离底一点 那么立刻就 就会有一个拧的一个动作 就把对出的是 传说是讲的一些暗腿 例如这种行装腿 啊 例如这种行装腿 它是进身之后 对方一拳过来 碰 我们进身之后 这样的从侧面 震对方的大腿 或者是从里侧 拐对方的大腿 它是连 连拐带重心控制是一起的 通过整个体重的力量 去破坏对方的下盘 所以 传统武术更多的是用 重心控制的方式 进行手和腿的一种击打 所以它是非常高级的 也会给对方做一个 很重的一个创伤 这在之前 我和一个朋友 我们示范的时候 我们撞出来过一次 拉开 这个时候 绑子也好 转也好 撞击 再把对方提出去 这都是可以的